911 各位很早 11這兩個字 似乎留給大家很深刻的印象 911發生什麼事 911就是 那個雙子 紐約的那個恐怖事件 被飛機抓到 311發生什麼事 就是日本的大地震 引起的海嘯有情 511呢 對對剛剛有一個王老師 預測 謝謝 既然你 剛剛說了很多次 所謂的王老師 老師不是隨便說 既然是老師你都從你口中說出來 而又說他 所提到的511會有 14級的地震會有170公尺的海嘯 你說你以主委的立場 你認為不可能 我請問 主委憑什麼說不可能 好這是這樣 我們地震的大小 事實上跟斷層的大小有關係 事實上我們 陳副主委大概在 三個禮拜前 有一個記者會發表 像福島的 長度是500到1000公里 然後寬度也很大 那這樣的話 地層一段才會大 那假如我們小的話 就不會那麼大 你們去探測到這個地層沒有問題嗎 921的時候 誰說埔里會發生這麼大的地震 311的時候誰說日本會發生這麼大的地震 跟委員講 埔里的地震才7.3是吧 7.4而已 所以不是在 也沒有到8級 也沒有到9級 也不會到14級 那因為他的斷層啊 大概就是100公里那個長度的尺度 所以那個誰 我們的吳院長啊 也用一個很形象的比例 假如是兩隻象 撞在一起 那麼大的 那麼大的size 撞在一起 那當然力量就很大 假如兩個小兔子 撞在一起 力量就小 兩個小老鼠就更小這樣子 主委 不要開玩笑 沒有開玩笑 不要把人命關天的這種 我們目前無法預測 但不知道他會不會來 希望他平安無事 我不想去比大象比兔子比老鼠 好 我要的是平安安全 是 副主委拜託請上來 好 來 副主委 好 那位王先生所說的511發生的這種地震跟海嘯 你用什麼科學根據認為不可能 第一個 從來在這個歷史上裡面 我們所有的這個 有了這個科 地 地球科學的這樣子一些那個演化以來 到現在為止 從來就沒有記錄過那個這個10 就是說我們的地震規模 幾乎是10以上的 這幾乎是 好如果沒有14 是10 是98 你們預測的出來嗎 預測現在 浮力才7點多 我們已經造成這麼大的傷亡 如果他今天預測錯誤說 沒有 不是10 不是10 是8 是9 你看 如果是9級地震的話 台北市 差不多都要倒了 我是這樣子來分析 我們在所有的這個路上的分析 過去100年當中 在台灣那個路上所發生的10大地震來講的話 我們的統計數字裡面就是 就是在6.4到7.6左右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路上的這個地震的裡面的一些特性 可是呢 我們一定要跟我們國人強調一點 我們路上的地震的話呢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質 就是它都是淺塵的 淺塵的地震的話 它的它的規模不需要很大 它就足以造成很大的傷亡 就像這一次在紐西蘭的基督教程也是一樣 它只有6.4級 可是因為它非常淺 它呢 而且發生在路上的話 這一種的危害 它是一定是蠻大的 所以呢 我們預請國人 一定要注意 地震是隨時會發生 而且我們路上的地震呢 它也是有很多的機會會發生 我們會造成傷亡 但是呢 這一部分是我們要做中的重點 而不是去想像那種十幾級 十四級啦 或者是這些 所以我們的觀點 跟我們的重點 應該是放在這一部分的地震防禦上面 但是我並沒有看到 你們有做什麼樣的一個宣導 你剛剛所講的 如果一旦十四級來了 說實在 那都不用信任了 差不多就隨便去了 不過 如果不是14級 是往下 譬如說5級6級 如果淺塵地震的話 同樣會造成很多的傷亡 我們怎麼樣讓民眾提高警覺 我們希望是平安無事 希望台灣 聽誘台灣都能夠很安全 但是這種地震是不可預知啊 誰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來地震 311在日本 你看日本築那個牆 花了十年的功夫 他們以為一勞永逸 到最後還是被海嘯這樣掠過 造成那麼多的傷亡 所以你們國客會應該要 主動的趕快去做這一部分的宣導 怎麼樣去做防範才對嗎 是的 我們的防範是這樣子 我們承認過去跟日本一樣 我們對於這個海嘯是比較忽略的 這點我們是承認的 可是從這一次的經驗裡面的話 我們已經全面的檢討了 剛才我們主委也報告過 我們已經把海嘯的這個 所會產生的這些危害 已經納入全盤的考量 所以這一部分是國客會已經著手 立即在做的事情 尤其是台灣四面環海 有很多比較低階的地區 像我的家 我的家鄉萬里 我的家跟海離不到三公尺 以前隨便一個颱風就可以 在我小時候常常有記憶深刻 那個海浪從我家的屋頂這樣殺過去 就這樣 那我家的冰箱跑到客廳 客廳的沙發到房間 房間床到山上 就會因為一個小颱風 就引起這麼大的風浪 何況是叫海嘯 所以這一部分都要請副主委 我希望你是專家 你更應該要提出來 讓國人安心 也可以提早做防範準備 好主委 副主委你先回 那個主委 我們國客會最近有沒有人提早要退休 辦退休 就是說還不到退休年齡 那提早要退休 有沒有這樣的人才 這樣的人 不是在座 在座都沒退了 沒退才會來了 有沒有 我們有一位科長 科長他提早退休 你知道他有沒有說出什麼理由嗎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提早退休就讓他退了 大陸現在成立三十八個公營院 對 就是類似台灣的公營院 是 用盡一切 挖台灣的這些長才 有經驗的人 對 有專業知識的人 對 你在台灣年薪一百五 沒關係 我給你人民幣一百五 對 再奉送 只要工作兩年 一檔別總給你 對 這是這樣的一種方式 如何留住人才 這些都是我們政府花多少血和錢栽培出來的好人才 是 如果一個親戚就這樣被他挖走 那以後未來我們國科的發展呢 有沒有想過 有 跟鬼人報告 就是說 現在的國際人才 人才的流動 是全球性的 就不僅是 不僅說大陸挖我們 我聽那個 有一個報告 有一個園區的 報告 就是說 好像說大陸北京清華畢業 到香港科技大學或者香港大學讀書的 拿了博士 結果呢 做得好的 結果全部被美國一個公司拉過去 不是說回到大陸喔 也不是在香港 所以這個是 競爭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國科會 也做了一些 這不是正常現象啦 你現在講的話就是 就順其自然嘛 你沒辦法 你現在的意思告訴我 那個北京栽培出的人才也是 我還沒講完 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 就是說 我們國科會 管理保住人才呢 我們也 立刻執行 提出 差不多將近十億的經費 可以 來 當成彈心 方案 可以留住 這個好的人才 那這個幫助 是有 不少幫助 留住 不少人才 但是可能還不夠 我覺得我們還繼續要努力 好啦 主委我這樣問你 你今天說花十億 你這十億是什麼 會吵得孩子有糖吃 還是說你認為他是一個好人才 非常用認真盡責 所以我主動給你加薪 或是說 我就告訴你 提出口頭辭辰 我想要離職 我情緒不好 我想到大陸去 那主管看到了 就趕快提報 這個某某人想要去大陸發展 所以我們趕快給他加薪 不然他就會走 你也避免有人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知道 這種東西 避免有些人趁機 來要你們這十億的 多編出來的經費 好 那我這一個部分 我們這個是由各大學來處理 有大學來處理 大學就給教授 你知道現在韓國 要科技人才 是求財若可 新加坡要我們的醫生 大陸要我們的教授 香港要我們教授 要我們的專業人才 台灣會想要這樣 撩得不撒撒 四分五裂 事實上我們也是求財若可 好像我們現在 你沒有方法 你求不到財 像舉例來講 我們提出了 總統年輕科學獎 那個一年的話 可以給他最多 五百萬的經費 給五年 那很多很好的年輕人 可能就因為 會有多少的名額 我們現在是 一年先五個 五個名額 你還講那麼大聲 這是最好的 另外我們也有學術公頂 就是一年可以到十個最多 我們都在努力 主委你去過大陸齁 去過大陸 你現在是國科會的主委喔 有一天你會退休 對 你退休之後 如果大陸想跟你招手 你會去嗎 送你一棟別墅 連薪人民幣計算 台灣多少 誰還把你招手背 要去嗎 我 這個 我不一定去啦 不會去啦 對 假設性 主委 我要跟你講 是這樣啦 我1995年回來的時候 因為你這個問了 我問得很正常喔 我沒有逼你說什麼 各位 我跟你講啦 第一個齁 我1995年回來的時候 我 你喘nings解決說 不會 你是在多 的經費 Никما放 再多的 金資 都誘惑不了我 我絕對是 退休也會留在台灣養老 這樣就好啊 我剛剛 你現在幾歲 我絕對不會去 一定會在這裡退休養老 我沒病你講喔 那是你自己講 沒關係 我請問主委 我在1995年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薪水已經整一大半 而且我是就是這樣 我也不要再講 我們還是要為 你要有宣誓性的作用 就是說台灣栽培我 我今天能擔任政務官 我今天能擔任教授 這些都是台灣的環境 才能夠讓我有進行的成長 所以儘管我退休後 我都不會去 我沒有要跟你講 但我意思是你要有宣誓性 會不會看到 不然現在下面做的人他們都想 主委不一定去 表示還有可能去 那這樣的話 你怎麼留住人才呢 我能不能澄清一下 澄清一下 我剛剛講的意思說 像我以前在美國訓練的博士生 也在大陸講 去啦 那假如說我去跟他 他請我去短期合作 那是會去這樣子 我是這個意思 好啦 好 你有得到 去看朋友 我沒叫你不要去 你怎麼 謝謝 ungkin spezie 是